爱心觉罗显鱼 日本浪人川岛浪宿做洋女 七岁那年进入了日本封岛师范副小读书 启用了川岛方子这个名字 1928年的中国仍处在军阀割剧的战乱之中 蒋介石联合阎西山发动了对用了张作林奉系军阀的大会大讨伐 与此同时驻扎在中国靖国日本关东军 也在刺激侧击全面侵占新宝国东省东神某 司令官高下 再也不能容忍张作林的存在了 必须采取肉体消灭的办法来解决满这问题 港村村官只有消灭了这只东北虎 以此作为导火索 迫使软弱的军部下达出兵失明 一举控制整个满州 圣断未定 作为帝国军人 一切行动唯有谨遵圣旨 外务省 有何反应 没有 目前还没有 我想可能是在等待首相阁下的最后决策吧 蒋介石的南方军 已突破了张作林的山东防线 张宗昌的部队目前正退守河南 如果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 那张作林和他的几十万败军会在一夜之间撤回满洲的 绝不能让他回到满洲来 我请求 按照我的方案行事 对 在会满洲途中 把他消灭掉 如果失败 我个人负责 绝不给国家和军队带来麻烦 你能把握住 他回奉天的准确时间吗 我已经准备了两个特别任务办 只是 但是 他去 他将把里面投入 出席 可以 女儿 他 我 这次 我们就在忙 为日后的满猛独立运动 安排的一桩 正直回应 原来是这样 叶人忠委 你和方子小姐是老朋友 看来也只有辛苦你一趟 是 很久没有见到大海了 在草原上骑马的时候 心里总想 脚下要是沙滩该有多好 叶人君 你还记得 咱们在日本的鹿儿岛海滩骑马吗 记得 那个时候你是个中学生 一个小姑娘 有人吗 是颜言忠位 小姐在里面 请稍后 我请稍后 请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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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稍后 到赌方 去中槛 要是 你 没有 这些家庭 要是 我 在这家庭 司令部召见你 请赶快换衣服吧 我在外面等你 以调查的准确性越大 我们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一定要搞到 张作霖离开北京的准确时间 我明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子 抓住 子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与均嬴上共感 定位 把 本多随猫垫在遵守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作曲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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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零六房间空着吗 好像有客人 让他搬到别的房间去 四零六我包下了 明天一早我要住进来 这先生 冷血 fr 冷血 屁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说大帅要撤兵关外 你一个当兵的 说走就走了 别听百姓们胡说 大帅要撤兵 我这当副官的能不知道 话是这么说 可我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请记住 我已经爱上你了 再见 再见 敬礼 陈副官 你在帅府身具要职 接触生人要多注意 什么意思 没别的意思 在这乱世之春的非常时期 为了大帅的安全 我们大家都要格外小心 在北京的日本人近来十分火约 我是担心 谢谢你的好意 好吧 我先走了 敬礼 快收拾 快收拾 大座阁下 时机成熟了 请你一定要收服多田最高顾问 到动手的时候了 三日内起遇 到动手准备的时候了 请调用攻兵和炸药 不行 没得到准确时间 不能冒险 一旦惊动了满洲的凤军警卫队 后果无法想象 炸车现场的准备工作需要多少时间 顺利的话 大约需要十二个小时 如果张作霖决定突然启程 那我们就会十分被动 多田最高顾问 请求您了 提前准备是可行的 请求您了 说透了 这是一场谋杀 要做到万无一失 土匪阳军 马上通知在京的所有小组 一定要查明张作霖动身的准确无误的时间 是 是 都是些胆小鬼 绑架他 绑架陈精一 如果从这一路的路都捆时 军世人 正在投了 租队 有数损 还是 师父 不让你 这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把手枪憋在右边皮戴上 先生 对不起 请快点 好 谢谢 静音吗 是我 金辉小姐吗 我在楼下呀 我有紧急公务 马上要去前门火车站 不能见你了 什么 他来不了了 请别生我的气啊 喂 喂 你听我说 明天咱们再联系吧 好 再见 严元军 不能再等了 我们必须开始行动 我不同意 行动必须成功 因此我们要慎重 再慎重 你这话没有道理 我们军人干事 就要通关林立 这绝不行 如果没有张作霖动身的准确时间 我们立刻放弃执行工程计划 在到达方天之后 在某大陆 你这是什么想法 简直是懦夫 工程必须按原定计划执行 大作阁下 只有四十八小时了 必须做出决策 宪明队不同意撤出满铁 拘留和铁交易线的警戒线 一定要干到底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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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干什么 你 请你下令 撤出 拘留和铁交附近的宪兵警戒线 胡说 关东军 有什么权你来命令我 啊 求求你们别打死他 快 如果你不答应 我先打死你 然后我自杀 请考虑 谁 全体下車 集合 是 是 快快快快 速调三十八代 黃色 Finance 有命令吗 我刚命令过你 执行吧 你在跟谁讲话 让司令部打个电话来 你们要干什么 凤军在聚流河铁桥附近 突然射起了警戒线 该在黄钩堂铁桥怎么样 这里是从满铁的交叉区 他会在新站下车吗 他会的 只有在新站下车 他才觉得最安全 马上通知满铁守备队 封锁这一地区 是 报告 托轨铁已按指定位置就位 静一 静一 让你就等了 别动 我真害怕你不来了 走了 静怡 这是怎么了 天哪 先生 对不起 请停一下 小姐 怎么了 先生 请帮帮忙把她送到医院去 我求求你了 好 对不起 请帮帮忙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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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怡 静怡 坚持一下 先生 请开快点 赵家最近的医院 静怡 静怡 不能去医院 静怡 快送我去火车站 静怡 你怎么了 像个孩子一样 都这个样子 不去医院要残废的 静怡 先生 快点 赵家最近的医院 我求求你了 不能去医院 快 静怡 我去火车站 对不起 我不能答应你 方子小姐的工作小组 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这还用问吗 作为帝国军人 以死来谢罪天皇 这是最好的结局 告诉大家 公司 就令仔细 的事 是 仇乡 Project 公司 微叔 除了 眼鏡 ascend 四 宏乡 1,2,2,3 大总阁下 大总阁下 你东宫大尉 请出去 把门关好 方子的小组报告 今日十七时 北京正点 庄乡启运 大作阁下 我们成功了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 凌晨五十三十分 张作霖乘坐的蓝皮列车 在通过黄姑屯站外 两孔桥时备仗 他们把当时到 正在村上 就这样 太阳 重 我是个出身卑贱的人 而你是中国皇族的王女 卑贱的血 是玷污不得王女的身体 所谓皇族的王女 那是清朝存在时的王女 可今天像我们这样的人 连个要饭花子还不如 甚至遭到 比一般人更加厉害的权势压迫 整个皇族都在流浪中挣扎 可仍要我们背着皇族的美名 这岂不是太残酷了吗 也可以说 是太滑稽可笑了 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女人 但为了满猛的独立 我不惜一切 给川岛浪苏当养女 既是为此 嫁给蒙古人 还是为此 和这石烹小天 我准备了 这石烹土族的宫井 我猎可能成功是有助的 我猎可能成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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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大于你的宫井 我猎可能成功是一样的 不是我猎可能成功是一样的 我猎可能成功是一样的 方子 叶远勋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 驻扎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关东军 将柳条沟附近的一段铁路炸毁 反污中国士兵所为 借此发动了向沈阳北大营 中国驻军的进攻 19日晨日军占领沈阳城 小姐作为帝国 张妈 我能为你效劳吗 不认识了 认识 日本陆军少佐 田中龙脊 日本帝国如上海武官辅佐官 田中龙脊 是吗 在那里 我还得上 我并不是日本间谍 因为我不是日本人 我是地地道道的满洲人 当我的意见和利益 跟你们一致的时候 我也帮过一点小忙 是吗 不喝点吗 好 在满洲自治方面 我们好像没有分歧吧 方子小姐 还有事吗 田中先生 对我一点不感兴趣 对 不感兴趣 也不需要你的关照 张妈 小姐 有事吗 给我准备洗澡水 好 星星 替我送客 星星 叫什么 出去 滚出去 你这个混蛋 你要干什么 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流氓混蛋的臭声 我讨厌你 放开放开 来的人很多吗 请 来 方子小姐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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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岛先生 您好 好 您好 您好 欢迎您光临 谢谢 非常高兴 方子小姐 您好 您好 天忠先生 我是说 刚才我 我说什么啊 我想请田忠先生 请吧 好 谢谢 请 天忠先生 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我怎么一直没有见到你啊 时间很多 请 今天来的客人非常多 好 是吗 干杯 来 干 三母先生刚从天津来 他带了些情况 我想你一定会 感兴趣 请 等下 喝到晚了 请 不要 请 三母立剑 天忠龙几 请多关照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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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天津前 我去向桑岛总领事告别 他告诉我 关东军于本月十日 已将宣统皇帝秘密接出府邸 在白河边 乘笔至山丸到唐姑 十一日拂晓 他们又改成大连汽船公司的淡路丸直航引口 同行的有郑孝旭父子 齐济忠 姬田忠太郎 上 上脚立一 公 公腾忠 大姑盟等人 十三日午前十点到达营口 关东军派干部正宴前往结驾 然后 冲庄家列车直送汤岗子温泉 目前处在软禁状态 谁负责这次行动 听说是板员征四郎和片苍参谋 桑岛先生已经打电报通知了碧原外相 太大明了 就死了 十三日午前 起床 起床 你们有个计划 这次吃起床 以前 依郎 是依郎吗 不是 不是依郎 您来了 依郎是谁啊 依郎是她的儿子 以前常常站来找梅子姑娘 不久前在北大营阵亡了 真可怜啊 是颜元军吗 您来了 您请 您请 这次姑娘 我想单独坐一会儿 真是对不起了 您请 天中少佐有一句名言 放过漂亮女人的男人 不是个好男人 都田中鬼混的女人 没有一个好女人 都是下贱货 这么说 中国的王女 也是个下贱货了 不许你们这样侮辱她 怎么说 方子小姐也是你的情人了 是这样吗 颜元军 混蛋 混蛋 你记住 中国的皇族 不是什么皇族 是我们 天皇陛下的仆人 明白吗 混蛋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颜元军 按下来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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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200多天的世界 公镜与点栏目 是吗 有事吗 老朋友了 来看看 你和田中的事 怎么 你嫉妒了 你也有过机会 田中是个疯子 是穿着军装 挂着配件 装告全书的混蛋 他是疯子 你这样跟他下去 会后悔的 有关田中军的人品 你早就跟我介绍得很充分 我不是你妻子 更不是小孩子 我要做什么 用不着谁来指手画脚 小姐 车装好了 知道了 他怎么会在一起 我老公 我认识 我能变成 你身体 他还是要 有什么 我 我 有什么 你身体 你身体 我身体 你身体 你身体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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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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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